来,盘点几个海洋生物的冷知识 这个小家伙叫做面肖章鱼 由于长相酷似小飞象 除非又被叫做小飞象章鱼 它们脑袋侧面的那两个玩意儿 可不是耳朵,而是骑 这对骑也是它们用来游泳的推进装置 这个看起来像哥斯拉的家伙叫做海列西 你别看它长得这么熊 但它的主食之一其实是海藻 很多网友都知道 金枪鱼需要不停地游泳 才能够保持呼吸 但为了维持体能 它们同样也需要不断地进食 一只500斤的金枪鱼 一天就需要吃掉五六十斤的食物 这是一只飞鱼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就会加速游泳冲出水面 然后张开覆起滑翔一段距离 有些飞鱼甚至能够滑翔一百多米 当然啊 飞到天上也是有可能会被鸟类给吃掉的 我们都知道 一些诸如蓝鲸之类的鲸鱼非常大 它们能够长到一百多吨 但很多网友不知道的是 有些鲸鱼一口就能够吞掉 接近自身重量的海水 这个长得很潦草的家伙叫做筐蛇尾 它其实是海星的一种 由于看起来像猪蓝 所以也叫做蓝海星 扇贝虽然是一种贝壳 但它其实也是会游泳的 即便是只能有一小段距离 但这也是其他贝壳都做不到的 另外呢 扇贝长着数百只眼睛 这些眼睛翻不在它们贝壳的边缘